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明明白白写着 中国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 黄安说的 在媒体上面 废 废我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我是台独观察者 他在观察我是不是台独 这个人是 头上已经这样 人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 去骂台湾的 就是像黄安这种人 所以他在台湾到最后 就是挂掉 但是回归本质 我讲概念给你听 黄安在台湾 完全挂掉的原因 只有一个 因为他 没喝酒 他根本不会演出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什么叫做热爱台湾 什么叫做 不要去参与到政治面的 这一段 我讲给大家听 我讲给你们听 因为很简单 中国大陆说台湾 是中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难道你们忘记了吗 我们是在台湾读书长大的 我五十几岁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 高于国家法院 高于国家任何一切 高于总统 高于所有一切的 叫做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 对不对 对嘛 这个不是我讲的 中华民国宪法里面 明明白白写着 中国大陆是台湾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的工作 就是让人跟人之间 可以 love and peace 爱与和平 要不然我们就起来打仗嘛 说到那儿大声 大家战争怎么会是好事呢 台湾是个宝岛 菲律宾 我们能愿意给他多少好脸色吗 我们不是那个 南向政策 南向政策花了四年 要花两百 两百五十亿吧 还是多少 因为我不太清楚 我们不愿意参与政治嘛 要花两百多亿 到那个 好了 有这个疫情的时候 他们竟然 不让我们入境啊 越南 我讲的也就算了 我们本来这次越南 下龙湾玩很大嘛 结果呢 各位 因为我们到那边去 有很多景点 通通不可以录影 通通被限制着 不能去 所以我们本来要去的这个时间 就下一周 下龙湾 湾很大就取消了 这样了解吗 共机绕台 是因为 中国大陆是 武力的强权 如果我们 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 有这个实力的话 先处理 菲律宾的铁壳船吧 菲律宾的船 把我们的船长射杀了 我们有哪一点 哪一天没有少骂过 那你说菲律宾可以骂 那中国大陆不能骂 不是这样 我们跟菲律宾有没有在那里讲说 菲律宾也是台湾的一部分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台湾还被日本殖民过耶 我讲的都是事实啊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不要再没话 你们的献哥绝对不会变坏掉 而且他头脑很清楚 他知道怎么样让 带着我们台湾的孩子们 让他们未来更好 请不吝点赞订阅